概念跟前面 我们写过的程式还蛮类似的 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写完一个 之后 那再来的话呢你可能需要个回圈 所以 第一个 for i 等于1到18 可能要解决的问题 画面再借给我一下 看一下 所以可以试试看啦 那你不要急着马上去看答案 因为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你要去享受那种 自己把答案写出来的那种 一种 应该是 一种成就感吧 一种 乐趣啦 其实学习有的时候 你要一下看答案真没什么意思 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像这些东西 像我放云端上面所有程式 每一行都是我自己写的 是绝对的原创的 因为呢 这些所有的方法都是我想出来的 所以完全 就是我的东西嘛 所以我就可以很自然的可以把它讲出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啦 你也可以想一个方法 但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自己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下载资料 那其实从网络上下载资料的方法非常的多 这个方法应该讲起来是 最简便的 但不是最好 不一定是最好的 OK 因为它有限制嘛 第一个 它是 query table 所以呢 只能够下载table 所以如果你的资料不是table 不是表格的话 很抱歉不能下载 第二个呢 它如果 后注了 比如说你那个网站 太久了 卡住了怎么办呢 没办法 它因为 只能够用query table 所以 卡住了也没办法 它就跳不出来了 它就会一直在那个地方后注 再来的话 效率也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因为还好这个大陆都下载 它里面的资料都是 一些文字资料 所以速度好像还蛮快的 所以第1个可能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如何把它改成批次的 那批次的话呢 关键就是在哪里呢 我刚刚提过的 就是 这个地方 index的什么呢 page OK第1个 第2的话呢 就是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 Distination 后面不是有个 Range A 这个是A1 对不对 是绝对位置 所以呢 你要如何去变更什么 这个1 再来第2个page 你要往下 最下面一列 再加1 它才可以下载到正确位置 再下来也是一样 最下面一列 再加1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两个地方 需要做变更 那要怎么改呢 第1个 当然你会想说 因为1到 48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当然我习惯 1把这个程式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跟前面做法一样 把它前面加 名称不能一样嘛 所以把它改一个叫 批次 所以这边的话 我打两个 前面再加两个字 叫批次 也就是说呢 我要把它改成批次去下载 第1个 OK 第2个的话呢 那我需要什么 打一个for回圈 所以呢 我就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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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等于 1到48 所以以后要把这个回圈打习惯就可以 nest 应该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把中间这一段怎么样 翻到中间 然后按个TAB键 为什么 因为要 接成一下 for nest 中间的东西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fori 等于 1到48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要能够变动什么 变动它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 前面都写过很多遍 就是 在一个字串 所以你会看到双引号头 双引号尾 所以呢它是一个字串 在字串中间要加一个i的话 那做法上面i 就是把这个原来的i 先 选起来 双引号双引号 把它先切两边 第二个 endend串接 再把i放中间 end符号怎么样 前后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因为这个其实在那个入门班我讲了很多遍 而且我们做了非常多次的练习 主要是强调 你一个字串的怎么样中间放的变数 OK 这个概念 而且前面也讲蛮多了 所以 这个第1个 其他都不要动哦 你不要没事就改其他的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下载第1个到48个了 可是问题来了 第2个问题说 可是你下载的时候 他 一样放A1 第1个page 第2个还是放A1 有没有这个地方A1 那怎么办呢 你势必要想一些想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呢 如果 其实 大家有几种逻辑啦 第1个是 假设 假设 什么时候会是1呢 可能开个新的 当什么状况呢 这个如果要1的话呢 就是当这里面是空的 我习惯是用A1当成是判断的 逻辑判断的标准 如果A1里面的资料是等于没有东西的话 那我就加一个R的变数等于1 反之 反之就是这个有资料的话 那我就用什么呢 R就等于什么呢 让他自动向下侦测 到的那个 结果加1就可以了 前面就加一个逻辑 一负 这个 OK 就是 这个里面的资料 等于空的话 诶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这个 我们来写一下 基本上呢 第1个是加回圈嘛 第2个请你在这边加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就我刚刚讲的 一负 一负什么呢 如果A1里面是空的 那就是range 我用range的方式来写 Range A1里面的是空的 等于什么呢 等于空的 then 然后做什么呢 先enter两下 else 反之做什么呢 end if OK 那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A1是空那表示什么 完全没有资料 那就是先从A1开始 那我这边的话多一个R的变数 等于1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R 等于 从什么呢 A1向下追踪 加1就可以了 所以从range A1 点 and 前刮弧 向下追踪就是xl 当 后刮弧 点什么呢 点ro 有没有抓到哪一列 加1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最后把这个 变数 这个E怎么样 改成R就可以了 那因为他这边也是一个字串 对不对 那你不能够直接放 所以怎么样 不过他刚好在最右边 所以就直接串在后面 把这个delizle掉 and 空一个R就可以了 右边不用了 因为 只有左边 因为他刚好在 最最右边 OK 程式写完了 不过最好你自己再加注解 我这边理论上我习惯会加加一个注解 比如说 这个这个注解这边是 判断他如果是空的 另外还有一个判断 如果你不这样判断的话 你也可以判断什么 如果I等于1也可以 I等于1的话就表示 第一个page 有没有也可以啊 反之如果I不等于1的话 那就用政策的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所以可以判断逻辑很多个 那你可以选择你习惯的那个逻辑 除了你习惯之外 你还要测试一下 有没有可能比较不容易出错的那个逻辑是 那你可能要选 选择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那跑完了 所以我刚刚 再把 观念整理一下 一 我是把上面这一个 有没有 复制贴下来 改成p次 第1个动作 第2个动作呢 就是外面包一个什么呢 包一个for回圈 有没有 然后呢 去变更这一个 OK第2个 第3个呢 就是在这个上面呢 加一个逻辑 改变这个r 3个地方而已 应该不难啦 我该把它一诗写正确 应该 也不难啦 不过 可能还是要小心一下 做完之后 来试一下 看会不会OK 如果你没把握的话 你可以这边下一个 加一个中断点 我们来run一下 看看 执行 i 现在等于1嘛 然后呢 他是不是空的4 所以跑那个逻辑 是r等于2 所以r等于2的话呢 那就串接 这个r 就是a1 所以会放这边 然后呢 现在这i等于1 所以indage page 是下载的第1个 所以这边跑跑跑跑 他会下载的话呢 会是在这个地方 refresh的时候 他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 OK 下载了 OK 然后换下一个 这个时候呢 因为a1里面有资料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逻辑呢 他就不会跑r等于1 而会跑什么呢 r等于 最下面一列 Ctrl向下 31 加1 32 所以呢 他会跑这边 所以基本上 我们 这个地方来看 然后 跑这边 那下载第2个page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他一样到这边 把资料给下载下来 有没有 这个就第2个page e是类推啦 所以底下的话呢 你就让他全部跑完 OK 全部执行 全部完了 Ctrl向下 1 1 为什么比较多 1 4 对对对 所以每个标题列还要在删掉 所以待会我们还要做两件事 第1个 做3件事 把每一列的标题 全部 那个蓝名全部删掉 第2个的话呢 然后还有这个蓝宽也不对 还有什么呢 每一个 就是1到6号 他应该把它分开来 那分开来当然呢 你可以用资料剖析啦 不过我还是希望呢 看那边一键完成 所以一键完成就是 除了下载 之外呢 还要把不要的去掉 然后呢 还要帮我剖析 最后蓝宽 帮我把它全部搞定 这样才 才能够叫自动化吧 不然的话你一半 这个做完 其他用手动吗 我这样感觉好像 少了几个动作 所以慢慢来 我们先试着完成刚刚的步骤 一 先把单次下载做完 改成 批次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 如何把那个单次下载 改成批次下载 其实没有太困难 主要 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回圈 一个是 列应该放哪一列 这两个问题解决的话 那其他都简单的 所以基本上 熟悉回圈 其实我们在前一个阶段的课程里面 反复反复都在练习 有关 4回圈 还有反复反复练习 就是逻辑 如 这些其实我想我们都 有练习过了 只是说你怎么样可以 把这些尽量熟练 然后呢 该需要把程式打出来的地方 能够一气呵成 那这样我想你将来 再处理一些 自动化的 这工作上面我想你就会更加得心意 所谓 请各位试一下 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